是吧 那大叔我们一边说一边做 好的 来 这边第一步 老鸭下锅 造一下水分 去找一找 大叔告诉您了 如果您挑老鸭子 您可以问一下他 这鸭子是不是一年以上的 再一个就是说你看到皮下脂肪 如果这皮下脂肪比较少一点 本身鸭子汤它是比较新的 没错 所以我们好的北方人不太爱喝 像南方人能够接受它 但是我们还是要调心 老母鸡汤还是该喝个老鸭汤 喝个鸭汤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就是倒下 冬天的时候觉得 好像我们气虚一点 更愿意预寒 更冷 所以愿意吃一些比较热乎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鸡 它所谓滋阴气 其实这个阴气是我们的一个容器 我们讲是容器 怎么来理解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待的地方 体积比较大 容器比较大 那么这个人在里面 生活起来就比较舒适一点 你类似说我们应该让自己那个 经济神在一个比较大的身体 我们发现了这个人这个精气就不容易足 你这个细胞呢 它没有很足够的空间 咱能跑 因为水都跑掉了 因为出汗的缘故 好 说到这边 大厨已经将我们鸭子焯好水了 这个鸭子去写水的过程 其实不用它煮熟 走一遍水 走一遍水 煮开就可以了 放一点料酒 煮开 大厨我还真的发现了 今天选的这个鸭子脂肪真够少 因为刚才我们那边没有焯水的时候 发现它是油那么几片 这么煮完之后就更清晰的 就那么两三条那个大块的肥脂 对对对 好 再用水 冲冲写水 好 鸭子啊 现在已经给你煮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大厨 现在我们要开始 要开始煲了 哎 煲它 我知道现在大厨 你用的那个姜啊 还有那个大厨 怎么那么大块 哎 因为呢 这个姜 比较有很多 这个鸭汤 因为那个 夏天做的姜味 和鸭子 它就这样 比较合拍的 比较合拍的 对 因为咱们做鸡汤 我们有感觉 绝对不可以放姜的 但是鸭汤必须要放姜 要大量的姜 要大量的姜 去掉这个鸭子身上的 这个土腥味 哎 那么另外呢 这个鸭肉过于阴凉 所以这个姜呢 还有一点补气的作用 那我倒觉得 其实这汤真够滋养的 用这么多的姜 等于也是熬个姜汤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夏天的时候啊 经常你看 开空调开了很久之后呢 会觉得好像是 体内是一种阴冷的 对 但表面上你是燥热的 尤其是开空调久了 会有这个感觉 是 那你可能体内就种了一些寒气 对 那你不如来点那个姜汤啊 来点有姜的美食 直接把体内的寒气 是非常好 对 夏天我们还是鼓励是吃姜的 冬吃萝卜下吃姜 对 这是 土人包姜 我们包那个洗干净的 边间笋也放在 边间笋放进去包 大家除了这个笋一定要用边间笋吗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 那个春笋 或者冬笋 那种笋根的位置 是不是也一样 也可以 但是它没有边间的效果好 就这个会更细嫩 对对对 更细嫩一些 呃 扁尖呢因为它比较嫩一些 吃起来口感好 而且它的鲜味特别 这种化合物呢 如果跟这个鸡汤 不多了 诶 来盖子 哇 也算是清汤啊 对清汤 哪个汤 诶有一点点那个油花在表面上飘 对 油都不是很多 好 因为用麻牙 所以我们这个汤就很轻 包好之后我们再放调料 诶 包完之后再放调料 之前放盐的话 那些已经有很多色谋不错了 对来一点盐 盐 好来一些 这个汤给你做的口味 诶 口味重一点 去烂都可以 对就这样子就行了 既然说汤啊 都已经调好味了 那赶快我们趁着热乎 然后来尝一尝看 来点胡椒 嗯 好了 OK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上桌 好的 好的 嗯 来来来 好 好 好上桌喽 来来来来 上菜喽 接下来我们先尝上汤吧 好 来来来 先就是我们这个 老鸭汤 这个干渴的喉咙 来来来来 先试问一下 饭前一碗汤 很重要 哇 哎呀 胡椒就是没加太多 但是还挺有味道的 对 但是这老鸭汤的清香味 是非常好 香味很浓 香味很浓 而且我觉得是笋的功劳 就是 它这个笋 非常非常提味 也很清香 哇 特别像咱们包那个 村笋汤 就直接用村笋包的汤 单独吃那个笋 你觉得脆脆的